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宣布 2019新冠病毒疫情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至于我国方面 卫生部将在下个月中旬重新评估新冠疫情风险 这是为了重新审视下个月先是好结束的疫区公告 我们常常看的情况在我们的国家 然后看如何我们也能够使用 什么被WHO给我们的国家 卫生部长张利哈今天指出到了下个月 政府会制定最新的防疫方针 不过他进一步说 虽然世卫组织不再将新冠犯 演练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但是我国还是要考量到本地因素 卫生部听取技术委员会的意见后决定 延续现有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直到6月底 另一方面针对卫生白皮书的进展 札利哈预告下个月就会提成国会 请愿 请愿订阅 停摆